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是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各位收聽今集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Carmen 還有身邊的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是Carmen你好 大家好 是啊 袁醫生 我看到討論區那裡有一個留言 不過可能比較久之前 但都很值得跟聽眾分享一下 有個網友問袁醫生你 可能之前聽過我們某些節目 你介紹同類療法的問診過程的時候 醫生不就要把資料輸入電腦那裡 然後做一些了解病人的資料 這樣的手續 但這個過程大喇喇 隨時五六小時 收費都好幾千元 網友就說可能甚至花費要到五六千元 他說那個費用貴得有些客人 嚇怕了他 他說會令很多可能想試同類療法的人 就因為這個原因就卻步了 沒有試過又不知道值不值 但是如果窮苦大眾又如何負擔得起呢 怎麼可以開始去接觸開始去試呢 醫治到沒有錢的人怎麼辦呢 希望袁醫生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有什麼意見可以跟聽眾分享一下呢 我相信聽眾這個問題 應該是當時 大概一年多之前 我曾經去到加拿大 去我以前一位老師那裡 上過一個大約十兩個星期的課堂 在裏面我發覺 在我的老師教同類療法的時候 是失禮的 病人在他面前坐著 在班那裡來到會診 他基本上是往往用了四個小時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 在同類療法 如果要做得很好 那是有機會用到這麼長的時間 那我自己都回到來之後 我都在這樣想 我可不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每個病人花這麼長的時間 就是所謂全面去了解 拿足的資料呢 那我其實呢 我回來之後 我都試過這樣做的 我覺得效果是比較難的 就是都是難的 譬如這位聽眾這樣說 那動一動動不動 第一拿這麼長的時間的case 有很多人都不習慣 很多人都不覺得 為什麼你要問這麼多事情 這麼詳盡的 因為我想普通西醫的診斷方法 不是這樣 是的 就算不是西醫中醫也是 都不會說要 不是一種這樣的情況去回診 所以我試過一段時間之後 我覺得其實都很難實行 好了 但是問題呢 在我自己過去經驗 在我們現代 在香港的環境 或者在西方的國家 其實往往我們這些病人 都是一些疑難雜症 看過很多種不同的醫生 在美國來講 他可能又是西醫 不同的專家 可能看過其他的自然療法醫生 脊骨神經科醫生 其實美國也有很多不同的自然療法工具 那些人可以用得到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我在加拿大滿地可 遇到我這位老師 那些病人 其實那些什麼病人 是全部他的醫生學生 看不到的那些 即是那些奇難雜 是的 即是已經是那些醫生 他自己的學生 其實那些學生 很多是醫生 包括很多西醫 跟了他很多十年 那都是遇到那些病人 是處理不到 那就refer給他 那所以那些病人 通常都是要坐飛機去找他 在美國或者加拿大不同的省份 在美國不同的州份 坐飛機去找他 所以在那種情況之下 我都可以理解 為什麼他會用這麼多時間 是吧 因為那些人不是隨時可以 下個星期又再來 下個月又再來 其實可能未必有這樣的機會 那他是需要 盡量利用這個病人 坐飛機來住酒店 來找他 還有他都是一些 其他的同類療法醫生 包括有些都挺資深的 那些都未曾處理得到 這些病人給他 所以我相信 就算不是在課堂作為示範 我想他平時都是這樣做的 他跟我們解釋 通常他不會所有病人都看的 通常他就先在電話上 做一個簡單的interview 就是看什麼問題 你看過誰 還有他跟那個療法醫生 跟他談談 那他才決定 受不受這個病人 接不接受這個病人 所以我看到 在他的情況 我們很容易理解得到 他為什麼要這麼長時間 雖然我們的網友都說 其實電腦分析的時候 你可以一邊聽一邊做 其實已經做到了 我的老師 電腦的程序 他差不多是 他只編了一個電腦的程序出來 他肯定是很熟的 他用回自己的電腦的程序 來一邊做一邊看 一邊看一邊做 他往往是打得很快 入資料入得很快 最後他也是 每一個病人 我們目擊親身看著他 在我們面前做個回診 拿個資料 入個資料 當然他會考我們 你認為這個療劑是哪個 哪種型 我們有不同的意見 他就問為什麼 你要認為這個療劑 我講的那四五個小時 不是包括我們討論時間 我講的他真的當時是這樣做的 好了 那我自己回回 我想起我自己過去 我都已經療療了三一成 接近三十年了 和我療法 我一九八二年開始用的了 開始學一路學一路用的了 那我覺得呢 如果我們預先的病人 其實都是一些現行雜症 都是一般的西醫 專科醫生 中醫 其他的治療法 甚至乎有些所謂療法 其他人都會試過的 這樣才來到我診所 所以變成呢 我們那些病人 是很少很少一些 簡簡單單的急性病 或者跌傷 創傷 創傷 我們絕少絕少 絕無僅有的 間中我都幾億斤都有 但是很少很少的 所以離生的病人 都是一個 即是無靈兩可 治療到沒有得治療 症狀給其他醫生 治療到變成質素 那些 所以我們真的 是起碼 我要預預約一個小時 所以在目前來說 雖然我都沒有用五六個小時的方法 我初初企圖試一試 但試過都不行 因為我沒有這樣的時間去看病人 如果這樣 那你最多看兩個診 是的 沒錯 哈哈 那是 不是那麼實際的 實際上 一個醫生這樣做法是很少的 我相信有些國家都有的 我也聽過有些地方 有些醫生寫一些書 關於療法的 我覺得他們都會用兩三個小時 但網友也有興趣知道 不是所有病都需要花五六小時 沒錯 我剛才所講的例子 是那種情況 疑難集症的疑難集症 其他同學療法醫生看過都不行 那我的老師就要這樣做 其實不是所有 因為剛才你說的那些是很極端的例子 就是看過很多種類的醫生 都醫不行才去找你老師求診 沒錯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當然要 第一 還有 一些人是坐飛機去的 你不可以一會兒 下個星期再坐飛機再來 應該很難的 所以就算他 總之他就會盡量拿足資料 當然他跟進很多時候拿電話 他不會經常叫他來的 那些療劑可以寄過去 那他起碼先拿足療 那他開始用醫的時候 每一個療劑的效果如何反應 他會跟進 當然我相信他會拿電話跟進 就不會叫病人飛過去 有個明星是試過這樣的 是有病 接著是會電話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見過一兩次 但之後都是郵寄電話 這樣去跟醫生進一步聯絡 去探討病情 我都遇過這些病人 我自己的病人也是 他也是在外國 可能他家裏有些親人 很認識和療法 也企圖找他親人和療法醫生 幫他會診 用電話射 其實我也遇過 他都試過很多不同的療劑 但都可行的 當然可以 很多種情況下都可以用這種方法 正如你曾經說 其實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需要這樣做 譬如有些是跌傷 扭傷 整傷 可以這樣說 我五分鐘都可以配藥 有些問你兩至一分鐘都可以配藥 看什麼病 只不過我們遇到病人 是絕小絕小的創傷性的病 譬如你說 不好意思 我現在去到牙醫那裏 麻醉藥過了 我痛到死 怎算好呢 其實你不用問的 我就叫你用三釘車 三十四 三十四 一劑兩劑 如果十分鐘之內 半個小時之內不行 那就用第二隻 二八劑 再不行的時候 就用hypericum 其實可以這樣說 你一個小時之內 你應該要好 可以很快 其實我下藥都可以下得很快 但是始終我們遇到很多這些所謂慢性病疑難集症 很多病都是變成這樣 所以就去尋求其他方法 就像剛才這位聽眾說 有些人對那個療法都不太認識 你說要他大快拿幾千元出來 五六千元 他會覺得值不值得 他會卻步 雖然大部分我們的病人 照不照MRI 慢慢地做了 所以這個費用 是用這樣的時間 其實是很便宜很便宜的 香港可能那些人未曾真正正正去找過 因為剛才你說 提到照MRI 很多都是有保險 就是claim或者是有公司給 或者是去政府醫院 但是如果看同類療法 因為暫時政府沒有什麼資助 其實今時今日的政府醫院 如果你用這些貴的檢查方法 都要你排幾個月半的醫院 當然 如果你想快就自己出錢 我覺得這件事是好事 讓你知道 其實你外面用的方法 是遠遠貴過同類療法 多多倍 最重要是你醫不好 不要說不用錢 其實不是不用錢 就算我貼錢給你 你也用一種醫不好的工具 而導致你會成為一個長期的病患者 其實如果你真的明白 你不會用的 但當然很多人都不明白 其實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更加好 更加安全有效的方法 只不過是現在的醫療制度之下 是排斥它 令到它沒有被承認 也沒有被資助 在一種很不公平的制度之下 導致那些人 是因為找不到正確有效的方法 安全的方法 變成長期病患者 最終最多賭媒是什麼人 他們是納稅人 這些錢不是空中掉下來的 不是說醫生賺錢後 便免費用二診 其實從來沒有的 我們很多時候會 看到一些人為了一個病人 需要某種醫療的手術 負擔不起來 一直幫他籌 籌他幾十萬 我想一下 為何從來不去問那些醫生 那些醫生肯定 那些醫生做這些手術 都不會窮的 是吧 做了幾十個賺 賺了幾十萬之後 做一個免費 從來沒有人這樣考慮 你知不知覺得 總是叫你籌錢籌錢 給他去找那個醫生 但沒有醫生是窮的 做一些手術的人 為何不會叫醫生做個二診 從來沒有人聽過他這樣做 我沒有聽過 你見蘋果那些 真是會籌款的 是呀 是呀 很有趣的 其實最關鍵就是那個醫生 那個有錢醫生 醫生一手 今次小手一致 從來沒有人這樣想 所以你覺得 其實很多人都是 我怎麼說 說真的 都幾可悲 人類的現象是很可悲 很多時候 我們是入了困境 是不懂得怎麼走出來 好了 那說回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 其實我也有機會看看 所以不好意思 在討論區方面 我真的過去 沒有花很多時間 幫你去回答 因為時間有限 精力有限 做節目對我來說 是比我更重要 去回答的問題 接下來我會幫忙看更多 我也是 需要一些人幫忙 當然我看了之後 我亦都用電台的空間去回答 不是用文字幫你回答 這個問題 我就會用這個節目 和大家分解 想一下怎麼解決 這是事實來的 但是 我體驗得到 同類療法是一個這麼好的醫療 最快速 最有能力解決健康問題 是一個 我們可以叫做 合乎經濟效益 cause-effective的方法 安全有限 是便宜到抽筋的 如果你能夠適當地採用 是吧 可以抽筋的 因為現在收集中藥都不便宜 也好 搞定了一輪之後 麻醉藥之後會痛 通常會給你三天的藥 特效藥、抗生素等 至少要吃足三天 他說得明白 你不可以不吃 你一直吃足三藥 但是用同類療法的療劑 生甘車 你吃四五劑而已 四五劑的藥的成本 可以說是一號字也不需要 可以這樣說 即是說幣 什麼幣也不重要 雖然你想一下 可以在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將你的問題完全解決 你想想有什麼醫療 可以這麼快 有效 更便宜到你真是嚇死人 但我想聽眾不知道是這麼便宜 即使知道也沒有用 因為可能很多人都不懂 選取療劑 沒錯 其實痛療法 療劑的製造過程 是將本來的草藥 例如生甘車 將採集了某個地方採集了生甘車的草藥 你接著就將它炸濕 或者將它用酒精水來浸 浸了之後 開始用同療法稀釋的過程 將它充能 稀釋 撞擊 最後變成一個同療法的療劑 即是說 因為在稀釋的過程中 一滴加九十九滴 或者一百滴酒精水 然後撞擊它十下二十下 然後再一滴 又變成加九十九滴 或者一百滴的水 即是說 將它變成同療法的療劑 它一滴就等於整個油水池這麼大的療劑 那你自己想像一下 即是那個製作成本 即是物質的成本 即是製作成本 即是製作成本 要人 要地方 要工場 是嗎 你撞擊也要聘人 也要聘人 當然現在很多時候要用機器 那你也要買機器 那也是 始終有一個要合乎規格的 我們叫做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的工廠 它都有規格的 我們在英國參觀過他們的製作 製作同療法的地方 本身是一個合乎規格的藥劑師 去運作 但那個藥的成本 第一 同療法的藥 是永遠不會用完的 不會用完之後 死了 被種不了 這件事是不可能發生的 也從來沒有發生過 為甚麼呢 同療法有一個療劑 南美社毒 Dr. Konstantin Herring 在南美 他自己是一個博物館裏面的 博物館長 他很多時候去世界各地去研究植物 動物的標本 他本身是一個 除了是一位西醫 作為一個同療法醫生 他本身是一個植物學家 很忙 有一次在南美洲聽聞到 那些土著說同療法 裡面有個蛇 人人見人怕 我們之前也介紹過這隻療劑 是嗎? 他很好奇 他很希望有機會去研究這隻療劑 你知道同療法是以毒攻毒 對嗎? 在他的過程中 他好像不是被蛇咬到 是因為捉那些蛇 蛇液在空間影響到他 所以很多土著不敢接觸蛇 好像當他是一種妖怪 看到他很害怕 未必需要被他咬到才有中毒 他可能在他接觸到他附近 許玲衍生 他感覺到他受到蛇毒的影響 忘記了他真的咬到 當時他只不過是蛇液在空間影響他 你之前沒有說他會咬到嗎? 是 好了 他知道自己中了毒 他就叫他的太太 你記錄了我發生的症狀 是嗎? 即是實現 實證 因為同療法的藥是用真人健康的人做研究 我們叫做Proving 就是實證 即是實實在在 這種藥對一個健康的人 會產生什麼症狀 會發生什麼影響 就是這樣研究 好了 他捉了一條蛇 拿了蛇液 做了一些實證 知道蛇有什麼症狀 基本上被蛇咬到的人 就像心臟停頓 麻痹 其實是適合什麼呢? 適合心臟病法的人用的 即是一個很好的蛇毒 蛇毒 蛇的人 最後發生 有很多荷爾蒙的問題 例如 你被蛇咬到 你就覺得他不能呼吸 你就會開一件衣服 找一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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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呼吸得好些 而且中了蛇毒的人 他很怕會入睡 因為他一入睡 感覺自己睡了之後 就可能醒不回來 常常死亡 你看看蛇毒 就有這樣的症型 有些人心臟病發也好 可能筋形期也好 他覺得他不能呼吸 有些女性筋形期 經常臉發紅 一躺下的時候 心臟跳 經常打開衣服 要有些風吹 其實 南美蛇毒 可以治癒筋形期的 紅疹 心跳 但是為什麼你剛才說 不會取之不盡呢 如果萬一這種蛇 沒有了 那就沒有了 好了 他當時就把這個蛇 蛇液 拿瓶子 入起來 幾滴 入起來 把這個液 可以說是他介紹 不是發明的 他介紹這個療劑 因為由他開始研究實踐 寫有關蛇的資料 然後把這個藥 拿到美國 分布給美國劑和療法的藥廠 好了 我為什麼說這個呢 因為大概幾年前 十多年前 在同學療法的醫學界 就開始公佈了 不好意思 康辛丁康林的蛇液 就剛剛用完了 是一百年之後 你想像一下 蛇液 是一瓶子 是全世界用了一百年 意思就是說 我們最要開始再另外再找一條蛇 收集的蛇液 你可以看到 同學療法的藥 可以這樣說 差不多是取之不盡 既然那個療法是這麼厲害 例如你想像一下 多少人 根延期的病人 女性有這樣的潮熱 呼吸不到氣 心跳到呱呱聲 發瘋 還有一個情緒的症狀 就是很jealous 我相信全世界起碼有幾十萬人 可以在一百年裏面 有幾千 有幾百萬的女性 有這個症狀 不知道為什麼 一百年來 不知道 如果我們真真正正 我們有這個開放的醫療 的資訊自由 如果大家是有機會 認識到這個療劑 我可以這樣說 你是用它幾劑 你不用用很多 你用它五六次 那樣 病就好了 那你想一下 有什麼藥 是可以跟療法揮 是沒有得揮的 問題 問題是 第一 跟療法 是一個比較 可以說 又簡單 也可以很複雜 視乎你懂不懂得 適當地去應用它 是否那些叫做 義學難精 在哪個程度去學 當你變成一個萬性病 我們處理那些病人 我們都要一個小時 去拿資料 其實我是一直拿資料 病人未來之前 填了七頁子的問卷 他未來之前 我已經先看了 我心目中 已經大概想想 有什麼機會 不要到時候 才開始想起 我已經進入電腦 我進了電腦之後 大概我心目中 有什麼療劑 心目中想著可以考慮 我才讓病人進來 我直接再問他 可以這樣說 我第一 我要了解他所說的症狀 是很確實的 有些是很無聊的資料 尤其是在我們的資料庫裏 沒有這種症狀出現過 其實你講給我聽 是沒有用的 其實可能有些病人 第一次來應診 真的 不太懂得點填那些資料 是的 因為他比如頭痛 他可能就這樣寫頭痛 又沒有很清楚寫偏頭痛 還是怎樣痛 有的 有的 我背肌痛 頭痛 最近有一個是 七葉子填了一件事 頭痛 這樣 所以我們要重新再去治療 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同學療法 我們這個人 是要整個人的 譬如說 射毒的頭痛是怎樣形成的 射毒的頭痛是一種突發性的 振發性的 可能是在根延期那時出現的 那種頭痛是根延期的扁頭痛 左邊比較差 還有人的嘴巴很尖 牙尖嘴 還有妒忌心很重 詩而心 疑心很重 有他的性格 全世界我相信 中醫其實都有港體質 某時候也有港體質 但是很仔細 要配合性格 我相信沒有 中醫都去不到 那麼仔細的層次 中醫港體質不是用這些 很多醫療都說 寒底、濕底、醋底、醋火熱 其實都有 有這樣的說法 同學療法其實都有考慮 哪些療劑是哪一種的體質 比較上是更加適用的 同學療法其實都有這樣的考慮 如果當年大家了解 我們要做一個同學療法的配藥的時候 在這些慢性病 不是說跌傷、燒槍、拿刀插傷、割傷 那些真的不用我 我一分鐘就可以找個療劑給你的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 就是我絕大部份病人的情況 我們真的很少很少 身分仔、寶寶仔發燒找我們 我們很少的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如果一個寶寶仔 從來沒有用過其他藥物的 那麼突發高燒 其實我們很容易找個療劑 你給我五分鐘 我都可以拿到的 那怎麼算好呢 如果同學療法是一種這麼好的醫療 那麼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給他普及一點呢 那我想原醫生應該有些好東西要分享給聽眾 但我們第一節時間來到這裡又差不多了 我們先來休息一會 一會兒回來 我們再聽聽余醫生有什麼可以在同類療法上 令聽眾有更多得著 各位我是香港飛鳥學會會長阿悟 香港國際UFO議會 照來頂尖級港者 Billy Meyer 美國唯一代表 Michael Hahn 蘇俄UFO專家 Paul Stonehill 瑤士研究員 Dominic博士 NASA航天博士 台灣的傅學齡 以及香港港者 企圖 雲海 蘇博士 詹姆斯 Jack1 以及一眾網台主持 在11月17、18日 來一次一連兩日的 2012UFO拉闊議會 票價180至680 9月中 扣票通及通理琴行公開發售 詳情請上香港飛碟學會網頁 UFO.org.hk H E A L T H S H O P .com.hk 好了 回來第二節的自然療法與你了 其實剛才 咪後也跟袁醫生談過 其實剛剛才 我們提到討論區的網友的分享 其實指出了一些 現在同類療法面對的真正問題 當然不止是香港 就算歐美其他國家 同類療法雖然可能是 療效很好 又沒有什麼副作用 甚至我們之前都說過 孕婦 嬰兒 都是ok的 可以用這種療法 但是基於種種的原因 可能是西醫佔據市場問題 診金 同類療法的醫生 並不是隨街都有 其實 袁醫生 其實你見到同類療法 現在面對這樣的困局 一個困境 你覺得有沒有一些方法 可以衝破它 突破它 令到多些市民受惠呢 是 今時今日 雖然香港人也不知道 我也提過 同類療法是全世界 第二多人採用的醫療方法 大概有五億人用 即五億人用 是屬於第二大廈 即醫療體系裡面 也有七十五個國家 是有政府認可的 同類療法註冊的醫生 可以合法行醫 而同類療法是近年來 包括在印度 因為印度已經很多 有成一百九十間 同類療法醫學院 有成幾百間醫院 有成幾十萬 我相信 起碼有十萬以上 同類療法醫生 可能很大原因 是因為當時阿甘地 很大力推動 是嗎 起碼印度國家 知道同類療法 是一個安全有效 即是一般窮的人 負擔得起 就很有趣 因為我們那個網友的羅順 說這些就是很有錢 你沒有錢怎麼辦 但偏偏同類療法 是最多人用的國家 就是印度 巴基斯坦 麥西哥 是最多人用的 但為什麼會出現 這麼矛盾的場景 即是一個這麼便宜的醫療 但是我們香港人看上去 可能是一些 我們很難負擔的醫療 對呀 這麼奇怪 其實那個問題的關鍵是哪裏 就是同類療法 在應用方面 其實在不同的層次 是會有不同的現象出現 譬如我剛才說 如果你說是意外創傷 我叫做first aid 或者是急性的病 其實同類療法 可以這樣說 是很快的 而且不是這麼難找的療劑 比如我剛才所說 你是剝牙 剝牙其實說真的 只是四種療劑 我們過去的經歷裡面 第一就是生甘車 安妮卡 安妮卡我相信80%都可以 你只剝牙牙 十分鐘就馬上不動了 你在另一個節目介紹了 這個應該是馬三甘車 沒錯 好了 第二種就是 Hypericum 金絲圖 第三種就是 Ruta 雲香 第五種就是 Safasagri 鳳美菲 我忘記了 中文是比較難記的 總之只有四種療劑 例如安妮卡 安妮卡八百之八十 你早前自己也會弄牙 你早前自己也會弄牙 是否都可以 沒錯 我剛才說的是親身經歷 弄牙就要開刀 割 亂線 結果我回來的時候 當然這個牙醫是我相熟的 她也知道我做動物療法 她也沒有提供給我任何的藥 但我知道 我回來之後 我總是覺得麻痺 麻醉又未過 我就拿了劑療劑三甘車三十絲 我吃了之後 可以這樣說 一分鐘之內 那種麻痺的感覺 就是一路走一路走 不夠五分鐘 完全那個牙肉 好像你未做過手術 一式一樣的感覺 一點都沒有痛過 其實可以這樣說 我再多吃幾劑 就是再保證 其實已經沒有再痛了 可以這樣說 一劑兩劑三劑 在一小時之內 完全沒有太痛楚 那也很快 是 我不覺得有其他醫療 會做到這樣的效果 那如果其他的急性的症狀呢 例如我小朋友跌倒 或者嚇倒的小朋友 不是很多時候都會 是 生甘車這個療劑 我在加拿大行醫的時候 我也都教病人自己用的 因為同學療法 是很適合於家庭自己去試用的 因為它安全 有效得來安全 就算用錯了 沒有事情發生 就好像吃了幾粒糖 吃了幾粒水 完全沒有其他副作用 沒有什麼味道的 我記得有個個案 有個爸爸回來我的診所 他告訴你 他女兒有一次 撞到頭 一聲撞到頭 接著一個很大的鈕 在額頭那裡 他家裡有療劑 立刻給了一劑三甘車 他吃了之後 在他的眼睛 看著他的鈕 一直這樣縮 在他的眼前 一直這樣縮 這麼快 好像快鏡慢鏡 是呀 直直縮了下來 分離 我看到 有些人說 自然療法會慢 其實他不了解 自然療法 是我所認識裡面 適當地採用 是最快的 跟其他的醫療比 其他醫療是禁止症狀 因為你高血壓壓氨 但他不會治療 你死去就不會治療 所以其實能夠治療整病 就是我需要一個月 一個星期 一年都好 治療得更快 你一輩子都治不好 那種治療方法 所以一種很大的錯覺就是這樣 即是對方法幫你止痛 幫你消炎 幫你止痧自嘔 其实也不是说医好你的病 我们用了譬如生甘车 它令到你止血不痛 消炎 其实它怎么做得到呢 它肯定不是化学的方法来按照症状 它肯定是另一种机制 既然它没有物质的 大家都说是没有物质的 没有物质的东西都可以医得好你的 肯定你不要说杀菌 杀病毒 消炎 没有物质的怎么做这些东西 就是另一种能量的层次 是推动你的身体自己医好自己的 好了 说回齐青的问题 其实我也想知道 听袁医生介绍和她的电话这么久 其实我也试过不断出去坊间找一些书题 其实真的要讲得很详细的书籍 例如逐疗疗剂讲 因为我想在家里使用 我都知道发烧头痛也有很多种 其实香港似乎可以接触到这些资讯的渠道不多 如果我真的很想学童类疗化 起码我居家有个保障 其实有什么方法有什么渠道呢 或者再一步步的答案是什么 我现在当时我自己体会得到 全世界最好的医疗 最快最便宜 是绝对可以解决中国13亿人口的医疗问题的工具 为什么这么少人认识呢 这么少人所用呢 我怎么可以把它普及化呢 其实我们医疗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 如果用同学疗法 因为同学疗法如果你有问题 因为在创伤即早期去能够用同学疗法 去帮你解决之后呢 你就不会变成一个长期病患者 嗯 其实是这么简单的 将你变成一个长期病患者 再用同学疗法呢 那时候就肯定就需要多一点时间 其实很多case病过10年 都比我快速都不够 一个星期以后都很多这些case 但始终在过程里面就比较复杂了些了 基本上在这种情况里 你都要找一个很知心的同学疗法医生 不是一般是一个很知心的同学疗法医生 才有这样的功力帮你去医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及早遇到问题 用同学疗法去医 比如创伤性、急性 其实是很容易找的 疗疗是很容易找的 还有没有所谓的 这些急性的毛病可能两三剂而已 在网球上你下热去页 specialize 撞 Kevin Kull funny 一眼眼高 flank 撞 commentaires 其实因为四只消毒疗法 exist. 四只消毒疗法是 Mikey 只有99%都可以的 你一只不能十五分做做之后 未知那再十五分做做之后 才有其木 我们如果能够令大家用这种策略去处理健康问题 在及早有事的时候 自己有疗剂去及时处理 因为够急够药 当然要即时发生即时遇上 就算白车带你到医院 当它十分钟可以来得到 带着你半个小时 要排队来 最快都是几个小时的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能够及时懂得用这些工具 譬如心脏病 心脏病只有十二分钟 那是十二分钟的时间 你处理得到就好 处理不到就有很大机会 一般机会就会死 中风也是 如果即时懂得处理 后遗症不会坦得那么辛苦 可能坦汶的程度会减少 关键我们一定要将同学疗法 普及到人们能够自己掌握 在家遇到急救时及时用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因为你自己试想 如果我是用一个疗剂 及时将你中风的问题 程度是医好了90% 你不会再坦 你自己想的分别有多大 一个是可以自己起身 自己走路 自己照顾自己 一个是饿床 饿几年才死 饿都烂了 肉都烂了 其实关键就是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将同学疗法尽量普及化 令到人们自己懂得用 在第一个疗疗 在构急层面去用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些 其实我们医疗的费用 我说起码 五分之一减了 起码立刻减了五分之一 可能不止了 是的 但是我就算做这么久 这个节目 都还未曾识 会听完你说成2000个疗剂 超过 那常用的疗剂 家庭常用的疗剂 大概50个左右 是的 50个左右 你能够掌握50个左右 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五的急性病 我不要等到变成慢性病 你百分之九十五的急性病 已经搞定了 只剩下5% 变成慢性病 其他人已经健康快活 很快 几个钟头 一天两天就搞定了 好了 所以说 我觉得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一定要和调法普及化 令到大家有机会自己去医治自己 这个当然是很不合听的 在现代医疗的架构里面 政府都不想自己去医治自己 所以有一种一不良医药广告条例出现 其实目的是不想自己去医治自己 这个简直是荒谬快 但又离了大谱 好了 那我们会怎样做呢 所以这个令我灵机一动 我就开始要教 当然我是开班教 开班教始终在香港 就算我们涌等 几千个经常听我们的听众 或者其中有一百个来听 其实我都是帮到一百个人 好像如果我说 我现在每天我要看病人 我一年里面 我可能都要用五个到五个六个小时 就是我第一次一个小时 接着复诊半个小时 接着以后每次复诊十五分钟 但一年里面 我可能都用了五六个小时 我当你用到六千元的费用 在医疗集中 我有一百分之一百成功率 那其实说实话 我一天只能够救到 一个到两个人 那一年你数吧 我不是星期日都上班 我星期三都不上班 所以我想到有数得计 是不行的 我现在这样的运作形式 是对这个医疗的问题 根本完全是没有作用的 那你有没有想到什么突破的方法 那突破就是 要将这个医疗 是教导给人自己用的 那我初初打算开班 那大家就开班 对不对 与其我去教 我一个个医疗 我不如起码一次过教你五十个 好了 但是有限的 对不对 我们的课室 我们有个课室在这里 已经静下了很久了 有五十张桌可以舒服 但其实也有限的 就要我的人去做 如果我能在网台教 就不同了 对不对 如果我网台教 现在可能有几千一万人听 对不对 每个节目 但将来 十万二十万一百万都可以 如果我说广东话 阿Stan告诉你 全球认识广东话的人 有一亿 六十亿 有一亿 全球好像是东南亚区 东南亚区 有一亿 如果一亿人懂得听 如果有机会的 有机会的 接触到 学得到的时候 哇 可以这么说 那个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我突然之后 我就想通了 其实 这么好的医疗 可以搞大 我再做二十年 我可以再做二十年 可能真正给我 百万之一百 成功率得几千个 救到几千个人 是真的很浪费的 我三十年的功力 我已经融会贯通得相当好 我不能够自己是大师级 但我三十年的经历 不是很少 中国人来说 暂时都不会找得到 那我如果将这个同学疗法 深入展示 是在教给大家 第一 所以我做了一个新节目 叫做《灵丹妙药》 同类疗法的《灵丹妙药》 因为用学童的疗法 很多时候是你看一本书 你看了之后 你是看了 你知道他讲什么 但你不懂得用的 那个困难就是这些 所以我根据三十年的经历 我觉得最要教的同学疗法 一定是每一只 每一只很详细 重心教给大家 你才有机会 了解了这个疗劑 是可以用得到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新节目 叫做《灵丹妙药》 我每一个星期 就介绍一个疗劑 不需要太多 因为太多 你是吸收不到的 就算我每天教你一个 去到这样 你也是不容易掌握得到的 如果一开始每人一个 应该听到头都塞住了 好的 那我就想着 如果我用这个方法 大家有兴趣的 先去了解 因为同学疗法的疗劑 可以这么说 你买了回家用 你逐个逐个买 100元一支 可以用你三袋都用完了 用你一百年都不会过期的 其实有些套装的 没错 譬如我今次讲生金车 你听了之后 你觉得好像挺适合我 或者我很有机会 家里的时候一定用得到 砍心头,心脏病化,中风 也挺多的 如果心脏病中风加起来 是多于癌症 如果你分开 就是癌症最多 其实这些东西 你真的如果自己 有个三金车在手上 立即使用 其实是把你的问题 很大机会削减 削减得很厉害 好了 如果你能够有一个疗劑 我当你一百元买一支 大脂肪 你真的在家里 或者随身带着 遇到这些问题 你救到一个人 他已经值回几百倍了 有一天医院 在美国心脏病发 有一天医院 搞一搞三万元美金 出来 我们在我们那个 有一次好像 Let me Let's 我有一次有节目 我们就解释了 是 价钱是这么多 如果你真的 中间突然之间 心脏痛 有一天医院 真正的费用 在美国真正费用 是三万元美金 那香港医院 你进养和便知道 是吧 你又政府医院 纳税人帮你给了 其他几十万才能下街 还有 你可能死了 一半的机会死了 是吧 好了 如果我们能够 将这个工具 是给深入民心 给大家 买定一套疗劑 譬如我们公司 有一套 暂时说是一千八百元 有四十九个疗劑 有十二个纤维炎 有两个奥 有六个钉剂 可以这么说 这个疗劑 可以用你三袋 可以用你三袋 给这个小孩 做家装都可以 这个是你的最好的礼物 很特别的家装 是最好的礼物 好了 就算你买回来 你不适用 不要紧要的 到你紧急的时候 如果世界大灾难发现的时候 所有医疗的截止 全部崩溃了 没有医院 照顾你了 没有诊所 全部被人封锁的时候 瘟疫 沙士 很严重 我们有一份新的那本书 也跟我们在另外台 M713介绍过 巴西一个教授 他预言 预言一三年 大概有七千万人 会死在这些 沙士 流感 出血性的登革炎 不是普通登革炎 而是流血性的 Hemorrhagic Dengue Fever 这些病 一突化的时候 我告诉你 整个医疗的体系 切施就全部崩溃了 You are on your own 你只能够自救 好了 就算你买了这个 既然这个截口 用三代 用一百年都不会过期的时候 你便放在这里 如果万一真的 这种情景出现的时候 你拿着本书去看看 希望我整个网台 可能还可以说 未曾崩溃了 那你便接收一下 我教你当时 会怎样去救自己 但其实我们的网 还有问卷 你真的会想 好了 那我记住 我觉得我已经决定了 要解决的问题 就不只是我一个人去医 我医的医的 一百分之一百成功率 都是有限有限 是没有用的 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下一步 我就会公开教的 那你们上课 你就上我们的网站 我们有个问卷调查的 例如我有很多很多课程 有些是关于某种病 例如你家人有发羊钓 那我说 发羊钓的病是怎样的 大概每一个病 可能会有五个小时的时间 会告诉你这个病是怎样的 怎样医治治疗 解决一些难支 那你们又想推测我 那你们听到后 多惊疵死救养病 我们将来有个问卷调查 有哪个题目你想学 还有你哪些时间有空 有些人可能是外国来的 有些人可能是台湾、广州来的 他可能不可以说一个星期来几次 可能是周末来的 你告诉我 我有三个时间 早上、中午和晚上 每天都是的 星期一早上、中午、晚上 你就填给我们知道 我是愿意的早上来 好少人会之后来 除非家庭主乎 不用上班那些 或者退休人士 有些人周末才可以来 总之你告诉我 你想什么时间 有什么课题 你想知道 我们一看足够人 我就会开班 这是我会做的方法 我觉得与其我一个个医 我不如教你们50个人 50个人再医 你家里的10个人 那个力量是很大的 当你真的体验得到 我刚才所说的 你这些问题 五分钟就搞定的时候 你真的会对同外疗法 是令眼相看 你会真正适考虑应用的 如果我能够多人 普及用这种方法的时候 你的医疗问题 长期的医疗问题 根本就不会再出现 不需要做一些 很资深的同外疗法医生 花五个钟头的时间 每一年医疗你的病 是不需要的 你可以徹底医好了 有很便宜的方法 你自己不要说便宜很多 第二是快 有些问题是要自己医的 你找到医生来 已经太慢了 这个我觉得 是我现在想到 可以解决这个方法 大家可以帮忙 譬如听我们的台节目之后 例如那个铃铛妙药 那你就自己对号入座 每次说了之后 你便自己听一下 好像我对 好像我认识的人 可能也对 那你去试一下 因为同外疗法好处 你试了 不对 就没什么发生 对 神奇 神奇即出现 是很值得试的 因为一个很简单的工具 我希望大家 如果是参与 我们今次的做法 学了之后 将你的心得 在我们的讨论区 说出来 你便自己写 我用了生金车 哪个程度 用了之后 效果是怎样怎样 或者我用过 烏头 我女儿的头痛 我翌日 早上 我就用了烏头 一吃就搞定了 那你便尽量分享 多一些 自己的心得 就算你说 你试过不行 我不介意的 知道吗 我不介意你 我试过不行 我会解释 你是不是在那种情况下用 你一定要在某种情况下 因为头痛有200只尿剂 那你是肝冻症 或是湿冻症 或是因为不够冻症 或是因为喝了酒 冻症 就是导致头冻症 其实是和疗法 你要掌握到 不是一般说是头痛 就是用头痛药 你要了解到 是当时是什么环境出现的 那我要考虑 考虑病人的体质 那个特征 他人当时表达的特征 还有他什么病 和什么环境造成 你一定要考虑这几样东西 那你就容易掌握得到 但在急症的情况下 就不用管你的体质 生甘车撞到就是了 那个Calandula金盏花 你流血就流血了 肥瘦高的 其实没有很分别的了 那就是说 在同类疗法 你可以能够享受到 它的神奇功效 在那个急救的层次 是最容易体现得到的 如果急救层次 搞定了之后 你根本就 就是你慢性病的机会 就减少了 其实我一直都很想问 那当然你明天开班 我会去扮茶几水 来听课了 那但我现在有一样东西 要问一问 我现在还未有得掃地 那我想问 其实同类疗剂 传统物理学是解释不了的 你都没有了物质 我明白这个问题 很多人批评同类疗法 骗人的假的 稀释到天文数字 那我又不觉得 但是是不是两次问 外面的网络 你会看到的 有一个自己说自己是魔术师 这样就很攻击同类疗法 那和Josfer Stokes 是大家有个挑战的 他说我会给100万的人 谁可以证实同类疗法 是有科学根治疗的 我就会给100万 现在Josfer Stokes 如果他要挑战 他根本就逃不远了 根本就逃不远了 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发生250年历史 现在是世界第二大医疗 有5亿人用的 如果这种是假药的机会 是好笑好笑的 当你有遇到羽生的时候 你就会试一试 是吧 即时知道的 你遇到什么时候遇到 或者个人都会拔牙 是吧 如果你拔牙之前 之前就不要吃住了 到你痛的时候吃 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 立刻消失 那时候你就知道痛的疗法 虽然有一种这么稀释的东西 其实是有真正的疗效 它为什么有疗效呢 今时今日用我们的化学的方法 是解释不到的 我用一种量子科 因为一种能量 一种频率 这种能量频率 暂时我们未有仪器 精细的仪器可以量度 但是在临床上 你见到的疗效是很真确的 所以我们应该的结论就是 原来医疗是有这么多层次的 对不对 同位疗法的医疗的层次 是一种能量频率的层次 就不要说 因为这件事是解释不到 我们化学上解释不到 就承认了它 这个最后的一个选择就是你们了 OK? 那好了 我们今集又收多了很多同类疗法 同类疗剂的资讯 也可能原医生很快就可以开班了 如果各位听众是有兴趣参加的 可以去我们的网址看看 填填问卷 另外节目到这里又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听众听了之后 发现有些问题是比较严重或者复杂 而自己又处理不了的话 可以选择预约原医生会诊 原医生的诊所是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另外大家也可以去我们原网台的讨论区留言 那好吧 今集来到这里又差不多了 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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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塗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com.h